菜籃族还有移工朋友们 跟平常会骑这一类电动二轮车的民众要注意 行政院提修法 未来这些车你要骑上路 必须要有牌照 并且强制纳入投保责任险 过去马路上你常常会看到 逆向横跨斑马线的 边骑边讲电话 没戴安全帽的 超速飙车 酒驾追撞等等的 如果是电动自行车 很怕一个问题 出事了没有责任险保障 或跑了有可能找不到人负责 统计下全台也有65万辆电动二轮车 也就是没有牌照的电动自行车 一旦法案修正通过 为纳保者将会被罚750到1500 因此民众未来买电动二轮车 得完成牌照登记 违反不配合的除了罚款 还可能被注销牌照 不过很多人问 那这代表也要有机车驾照吗 尽管会强调 目前法案讨论 民众只需要有牌照而非驾照 简单来说 就是脚踏车去记名的概念 大家也不用担心 当新法律院三读通过后 新买的电动二轮车会强制投保 而既有65万辆 也会有两年过渡期 未来你我不用再怕 这些无牌无照的电动二轮飙载 如行动炸弹 约新闻杨金波林瑞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